毫不怀仗的时候 没来临芬之前 我真不知道什么是好吃的牛肉丸面 这面里边是有家种小麻花的 一人吃旁边两个大姨在这观看 先尝看直播 一口面一口涮 就你们晓不晓得临芬这边牛肉丸面贼出名 我还记得我去年刷到的时候 就已经馋的不行了 这家店我已经收藏了一两年了 今天终于有机会到临芬了 带你们一起尝一尝吧 到了 到了 朋友们 三毛牛肉丸面在一个小巷子里 你好 阿姨 吃啥碗 小碗吧 要两 一个干一个汤 把这油辣子看着就消 这个面本来是熟的吗 然后烫一烫 阿姨 咱们这家开多少年了 哎呀 真漂亮 你们这边都那么能吃辣 稠辣椒 先拌一拌一份干的 牛肉 丸子 面 这份是汤汁的牛肉丸子面 哇 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边的红油辣子 把这麻花往里泡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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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看一下 做一个这个小凳子 因为要不然我真拍不到这个面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临芬的牛肉丸子面 这面里边是有夹这种小麻花的 太就好吃这种面 一人吃旁边两个大姨在这观看 现场 现场看直播 哇 这面真不够 这辣椒酱好吃 一口面一口蒜 嗯 嗯 好吃 这牛肉丸子里面的丸子 这是面丸子吗 这丸子就贼劲了 这是我又特意压的牛肉 嗯 好吃 这辣椒看着很火人 实际上没有特别辣 每一个人都裹在这面上的 很粘稠 但是口感就很毒烫 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 就这个醋啊 真的就是不黑的说 基本我去吃的面馆里 每一个都是要对的水的 颜色特别的大 但是我看山西这边的醋 就不会去对水 最后一口 哦 汤面的牛丸子 哦 先来口麻花 继续这是麻花 就一直听说山西人这边能吃醋 然后他们这边的醋也很酸 咱们先 来一来来一点 套于亚洲醋哦 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上外的醋 但你不能不相信山西的醋 来到这儿之后没被蜡烙到 我被这儿酥也酸到了 把这麻花都给泡进来吧 嗯 嗯 啊 哎呀姐吃了个面 裤子爆肥了 没事 我给你拿鞋就行了 能能洗掉还是不 摆着就摆了 哦好的 那还行 满足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饭量好像当大了 但我感觉好像 每天吃饱两个小时 如果说你们也喜欢这条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给我留意一下 我们一起咱们下期再见吧